當時就答應她 讓我停留兩年我的學業 我去看看我盡量做到多少 剛剛疫情開始 回到香港 其實我現在是休學階段 但未來我應該會選擇自己的學業 一開始是很不同意的 我還記得我媽媽 因為她跟我一起理 我便馬上勸碰她 其實我爸爸一直不知道我有前期的選擇 然後到真的要簽約 因為會影響我接下來升學的進度 我便馬上跟她說 這個機會很難得 你會不會讓我試試 一開始不太贊同我這個做法 她覺得我一定是完成了整個大學 她常常抱著一句 你完成這個大學你回去做什麼 我都不理我 有一點短短短的時間 然後她就說如果你決定了你真的要做這一行 你真的用唱歌作為你的職業 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那你就100%做好她 那時候就答應她說 那你讓我停留兩年我的學業 那我去看看我盡量做到多少 那我去看看我盡量做到多少 那我回歸的時候的感受 其實是一開始有少少害怕的 因為所有都是我不懂的 其實是第一個長期的工作 我跳了出去不是跟一班學員一起做 所以我亦都是 其實你不要看我好像很囂張 但其實我是比較和不是太熟悉的 是比較慢熱的 我都跟周歌樂 林靜鋒 Erica 是比較中後期才溝通得多 最慘的是我們前期一來就已經拍了好朋友的電影 然後到中後期才溝通得多了 然後才交流演戲是甚麼回事 其實那是回歸才知道原來演戲是這樣的 因為我記得周歌樂 我經常問她拍劇要做甚麼功課 因為我看到她們的天書 即劇本全部都黏了東西 又記錄了甚麼 但以我來說 我覺得我發揮了說哪幾句對白 我知道我要用甚麼情緒去做這場戲 我覺得我已經做了功課 但原來是有更多東西可以放進去 這件事也是新學到回來的 我經常都覺得我好像將我整個人生推快了十年 Fast forward了 因為我自己未試過做事 雖然我未知道原來做事是這樣的一回事 是不會有人給你面子的 你不對就是不對 我不管你多少歲 不對就是不對 慢慢你會明白到 做事就是做事 我不應該有甚麼影響到 就算那天我平日很不開心 今天我都不應該帶任何情緒去做這件事 就是為了 我同會很好看 我今天看人家的特朗粉 變得更有機會 我應該會否就是